我们道德经常什么叫天道呢 我们今天西方人按照商农工商店道 这叫人道 按照人性 人性不用教他 谁都会知道爱财富 对不对 谁都不愿意去读书 谁都愿意找投入最小收效最快的行业去玩 所以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学校 家长上大学上新华的学生 大家首选的第一个行业职业是什么呀 证券银行呀 是不是这样的 按照这样下去 大家想想未来的中国 也就和美国一样用不了200年100年 就怎么样了 完了 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呀 所以他为了使更多的人 从事这种保证民主文明传承的那种文化传承 干嘛呀 我们的政府管理走的是逆人道 二行的天道 补不足 薰有余呀 但是中国古代给文化人的激励是什么呀 不是物质呀 最大的是精神 比如说你考上了一个进士 给你的激励是什么呀 在你家门口修一个旗杆 对不对呀 一看这个家有多少根旗杆 这个旗杆是进士杆 那个旗杆是五状元 那个旗杆是文状元 而且修这个旗杆 皇帝都不出钱 你自家出钱自个儿修 这恩总理授权修 过去那个皇帝多抠啊 过去的皇帝口 记住中国古代的拿税是百分之十啊 我们养的一个最小的政府 堪息环地 统治中国的社会多少呢 一亿人 吃黄粮的多少人呢 两万五千多人 中国古代社会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 那个教育部就那么几个人 每年负责考试生意的时间干嘛呀 练书法 阴诗 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 官员都是诗人的 你问问礼拜是诗学会的会长吗 完席是书法协会的会长吗 没有啊 我们今天才搞了一套这个 所以这些东西出来 那个书法 那个东西都不出钱 我们把话再拿回来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对教育的激励是什么呢 我只考试 教在民间 用在光复 每年一次选拔 选拔了后怎么样 那个庄园多大的荣耀呀 皇帝殿士啊 大家想想 我的庄园是什么呢 是皇帝殿士之后的庄园 增金白银 其实这就是这个形式多大的激励啊 比你考那个博士 那个荣耀大得多啊 但是呢 这个很大的精神激励 就更多的人去什么呀 去冒这个显读这个书 所以说为了一纸商业 记住 为了一纸商业 这种经济 这种经济对文化的寝食 严格规定 规定什么呢 无论你有财富经商多大 你没有公民院士 不能够做过 这么严格 为了保证什么呢 就保证 庄城这个民族 文化庄城深藏的干净和纯净 在这个东西上 中华民族的老祖宗 是动脑脑筋的 想了许多办法呀 尽管想了这么多办法 仍然要出问题 何况我们今天明不掌掌地鼓励你欲望 鼓励你升官发财 他难道不腐败吗 所以说我们在讲 我给大家讲任何一句话 中国古代为什么是四农工商 而不是这样 所以说因四农工商而行 是中华文明的遥量 是中华民族的工程 记住中国古代的乡村 自足而不封闭 尊主长城而长寿 乡村 不是我们今天造出来的 是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长出来的 有生命 有温度 城市是人造出来的 是记住 城市是依赖乡村而长 我经常讲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呢 就像一棵大树 一棵大树是不是有树根呢 有树冠呀 我们的城市是看见灯红酒绿 非常美呀 芳蓉啊 大家要知道城市国是累累的 这些东西 那个营养在哪里啊 在乡村在耕啊 所以乡村是看不见 农民给城市的贡献看得见吗 看不见摸不着呀 所以看不见摸不着 按照我们今天没有智慧 我们就看不到农民的贡献 再看到是城市人的贡献 所以中国古人农本桑末 背后大家想想包含了多大的智慧